历史为尽 以古建筑 笑谈天下新鲜事 齐有此旅开讲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吕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齐有此旅 换个角度来讲道理 4月3号早上7点58分 爆发了所谓的403大地震 它是规模7.2的地震 距离上一次的大地震 是1999年的921大地震 它是规模7.3的地震 那到底地震有没有周期呢 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 专家权威中的权威 前气象局地震策报中心主任 郭凯文 郭主任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任主任 我先请教一下 地震的规模 它是呈指数型的 不是像我们以前 等差急速这样吗 对 那个 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网页里面有写 它就是说规模6.2的 就是释放的能量 它相当于一颗 就是当年美军投在广岛的 那个原子弹的能量 那如果是规模8.2的话 就是1000颗 就是在美国地质 加拿手的网页上 有这样子的写法 那我个人看了这个 那我觉得说那个2的十次方 是1024就很接近1000 那所以我就自己独创 就发明了一个原子弹的新算法 就是说6.2一颗 那我把那个 从6.2到8.2就分10阶 那每一阶 每一个楼梯是爬0.2个 0.2个 就是这样子进阶上去 那6.2一颗 6.4就两颗 6.6就四颗 6.8就八颗 那7.0就16颗 7.2就32颗 所以说我们这次7.2就是32颗 那这样子 你算到最后8.2的时候 就会接近1024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它规模并不是都是双数的 尾数并不是都24680 那就像7.3那怎么办 开根号 对对对你说对了 开根号 就是根号2 再严重一点要log来算你知道吗 就是根号2 就是7.2跟那个 7.3是7.2的根号2 就是把它乘以1.4一4 是是是 这样子就可以算出来 因为这次的地震叫逆冲断层向北破裂 这个名词太专业了 我们听不懂 对 其实一般民众听到那个所谓的逆冲断层 就会很害怕 那其实断层有三大类 一类就是逆冲断层 那一类是震断层 那震断层 英文的名字就是normal fold 就是正常的断层 那什么叫正常呢 就是板块裂开 那那个就是上面的就会掉下去 因为顺着重力的方向 苹果熟了会怎么样 会掉下来 所以就是往下掉的 他们认为normal 就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下面的东西往上面跑 就逆着重力在跑 所以就是那个不正常 就是逆冲 那另外一种是平移的断层 我们台东重谷 就是平移的断层 那其实我们台湾90%以上的地震 都是逆冲断层 因为我们台湾是在挤压造成 那台北盆地是在张烈 所以我们的三角断层 是正断层 然后那个台东重谷的话 是平移断层 那除了这两个比较特殊的 其他90%都是逆断层 所以其实逆断层 大家不必怎么害怕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几乎所有的 逆断层只是表示它挤压 然后推升 推升 就是这样子的往上推升 只是这个意思而已 那是有人说逆断层比较可怕 还是正断层比较可怕 其实是规模大的比较可怕 那至于它是什么 如果规模很小 那那个根本正断层 所以主要应该这么讲 比如说它断层带长这样子 所以逆断层它就挤压之后 把这个给推升 对一个推 一个斜面 然后如果说是所谓的正断层 正断层就拉开 然后上面的就往下线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像台北本地拉开 然后就陷落 OK 就是那个1694年抗戏台北 就是台北本地 那个深角断层裂开 张裂 然后上面就掉下去三公尺 是 掉下去三公尺 海水就进来 就变成一个湖 就是康熙台北湖这样子 是是是 那主任 这一次的地震跟921大地震 有没有什么可类比性 当然大家就是说 这几年 那个最大的地震 就是921地震 那这个是第二大 所以当然大家拿这两个来比 那当然如果说 你要硬拿这个来比就一个7.3 一个7.2 就是都是最近 近年我们台湾规模七以上的那个地震 但是一个是在人口稠密的那个都会区 所以灾损很严重 那个防止到很多 对 车龙普断层 动了 死了一千 两千多个人 两千四百多人 两千四百多人 我们这次是在那个海岸山脉 那个底下 除了其实他们的规模有一点接近以外 我觉得说 你与其拿它去跟那个921地震比 不如他自己 台东重骨的地震自己比一比 就是自己超级比一比 那个我们在1951年 就是民国40年的时候 那个 就海岸山脉底下 有一系列的那个地震 那年的那个地震 那个 规模七以上的有四个 OK 所以很大 规模六点几的 有十几个 那我们现在 当然这一次 那个如果跟1951年比 我们现在还是比较小 就是我们主震是7.2 然后余震有两个 一个六以上的 一个6.5 一个6.2 那当然那个 现在规模五左右的 规模五以上的大概30个 然后大家在说 余震破800个 可是这个余震的那个频率 如果你要跟921比的话 还是差很远 因为我们921的时候 那个每一分钟都有地震 就是说 而且这个921的那个余震 大概持续了100天 要第二年才稍微比较平静下来 OK 那有报导在讲 这一次到底它 所谓的7.2级 这个到底是主震 还是前震 这个问题 那个 就是说在 以前其实我就有发现 这样的情形 我常常发现说 有一个地震 6.2 过了几天 又跑出一个6.5 那我们就说 这是另外一起地震 那就是另外一个地震序列 可是这两个地震 明明很接近 然后它的余震也继续发生 那两个余震又发生 在这两个地震中间 那这个余震到底是属于 前面那个6.2 还是属于后面那个6.5 因为你分两个地震序列 其实很难去拆开 所以其实地震序列 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95%就是第一种类型 就是老大哥带头 他就出来了 那就是突然那个惊天一摇 然后后面的都是小弟 就是带着一群小弟 就那个越来规模越小 然后那个次数也越来越少 那这个就主余震型 这是95% 就是第一型 但是有一些地震 也是很有名的地震 他之前 在主阵之前 会有一个很大的前震 很大的前震 那我们最有名的例子 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就是2011年 东日本大地震 它规模是 3.11 对 9 但是3月9号的时候 就是它两天之前 出现一个规模7.3的 那其实规模7以上的 全世界一年大概18个 那所以7.3 当然所有的专家都认为说 这是主阵 就过两天以后 才知道说它是前震 那自从这样子出来 所有的专家也都承认说 那个地震 有前震 主阵跟余震型以后 我们台湾那个 就是9月 2022年的9月17号 在那个观山有一个6.6的 那9月18的时候 池上就跑出一个6.8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不必说 这是其实他们都很近 我们不必说这两个地震序列 我们就可以说 就是因为日本的那个 有认证过 就是说有前震是正常的 只是它不是那么高 它大概就是5%的那个机会 那主委我问一下 比如说像日本的那个 311大地震 它之前先发生一个7.3的 然后过了两天之后 发生了9级的大地震 那它7.3之后 有带来一堆余震吗 有 也有带来一堆余震 所以我们很难判断 到底哪一个才是主震 这只能事后知名 对 因为我们对这个大自然的了解 本来就是 只有皮毛而已 对 所以我讲说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OK 那我那天在看相关讨论 你们有提到一个海沟型地震 是 据说海沟型地震 是非常严重的地震 对 而且一定会引发海啸 就是东日本大地震 就是日本海沟 那个规模到可以到9 那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 日本南海海潮的 那也是一个引火带 那个也会到9 然后那个从日本那个到九州 那个南海潮 再往下就是琉球海沟 OK 那琉球海沟分三段 就是北中南 那那个中段的话 就是在那个琉球群岛的下方 沃沃沃 南段就是在那个 就宇纳国岛 那个宫古岛 就是我们台湾这边 然后最后到我们台湾 那我这么说 其实海沟不就是海底的断层而已吗 没有 它是两个板块的边界 它是海板块 引火到那个 那个欧亚大陆板块底下 它的长度 就那个 单单琉球海沟的 就超过1000公里 就从我们台湾的东部 花莲外海这样 一直延伸到九州 就超过1000公里 所以海沟的整个长度 可以到达那个1000公里 然后它那个引火带 到我们台北 我们台北那个 那个菲律宾海板块 还插到我们台北下面 所以它那个 以前在1909年的时候 我们中和 1909年我们中和 那个地底下有发生 在台北的正下方 在中和的正下方 有一个规模7.3的地震 可是它深度很深 大概就是80公里 所以它就是 它不只长 有一千公里 而且它引火 它深 就可以到很深的地方 可以好几百公里 甚至于它到了 那个大屯人山 龟山岛那边 还有沿江上来 有喷发 所以我们 那个引火带上面 还有火山 主问 不好意思 冒昧请教一下 地震到现在 还是没有办法预测吗 资料越多 我们会对地震 就越了解 因为你知道我们小时候 以前读书的时候 历史课本有写到 所谓的张横的 后风地动仪 OK 那在这边也要跟观众讲 它不是预测地震 它只是告知你地震的方向 它可能是在东北方的方向 可能是在西南方的方向 它没有预测地震 OK 而且那个后风地动 到底准不准 那个方向 就方向嘛 但是到底它怎么 说实在话 我们现在也看到 看不到那么多的资料 OK 它到底预测方向准不准 而且就算只是预测一个方向 意义也不大 我知道那边的地震 但是那边记得更 我也不知道 没有他们那个 其实我们中国古代的科技 是很进展 是很有发展 但是它那个 就是说大概知道一个方向 也就差不多了 它那个大概就分了 那个八九个方向吧 反正就往东往南 它知道地震在哪个方向 它就可以往那个方向 去搜酒 对 就去看看那边的灾情是怎么样 其实那边如果说有受灾的情形 也会传回来 所以其实可以加快 直到那个灾情 八百里加急 对对对 就是说那可是我们后来 后世只是可能 可能因为很多战乱那些 就是说那个对于 对于那个过去发生地震的那个历史 没有很好的那个记载 那我们因为我们刚刚谈到那个地震的那个周期 其实日本他们整理得很好 他们就是什么时候发生过大地震 什么时候发生过火山爆发 什么时候发生过海啸 他们从公元六百多年就开始记载 记载的那个非常非常的那个详细 所以所以我们 而且日本也是地震发生最多的国家 日本是全世界排第一 它那个有百分之二十一 规模六以上的那个地震都发生在日本 然后日本有一百一十一座的那个火山 那我们台湾有两个 就是说龟山岛跟大中山 但是日本有一百一十一个 所以其实他们对那个火山 也都是详细记载 从公元六百多年 那个富士山就开始喷发 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完整的 富士山的那个喷发史 然后他们发现富士山 那个在公元1083的时候喷发过 然后到14 反正隔了350年 又喷发 那这两个距离 350年是富士山 间隔最久的 是 间隔最久的 然后以后有的隔不到一百年 什么八十年 五十年 都有小喷发 都有 但是最长最长的平静期 就是350年 对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地震真的有周期吗 在日本 因为我们刚才主任你有提到 日本他们从公元前六百多年 就开始记载嘛 可是台湾以前也没有留下什么记载 台湾确切开始有记载 或者是说 有正史 或者是正式的档案文字 记录台湾 其实还是要到 荷兰时期 1624年荷兰来 那1624年以前 比如东藩制 朱藩制 他可能有提到 但是到底是不是台湾都不确定 OK 那后来到日治时期开始 1895年日本来到台湾 他开始可能有一些所谓的现代化 比较科学性的记载 所以光是这样一百多年的记载 我们有办法去判断 所谓的地震周期吗 其实日本是可以的 因为日本他们过去记载的 相当的清楚 然后日本的结构 其实应该是说不幸 就是说 他们南海潮 一样是菲律宾海板块 引没到大陆板块底下 但是它海沟非常非常大 然后它不断地引没 然后它每隔100年到150年 就会发生一次 它那个海沟在引没的时候 它是往下 那它往下的时候 会有一些黏着区 两个板块黏住的地方 那它就菲律宾海板块 往下的时候 它把欧亚大陆板块往下带 那带到深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因为陆板块很轻 它就往上弹 但是它往下带的时候 带到其实很极限的时候 它的西日本 西日本就是从大阪半生 一直到九州那一带 就开始6.5以上的地震 批地啪啦就一直发生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 很好的地震周期 因为他们历史都记载得很清楚 所以在日本他们已经研究得很清楚 就是南海海沟 它周期是100到150年 那它要发生大地震 就是欧亚大陆板块要弹跳上来的 前40年开始 西日本就开始一直密集地地震 就开始释放能量 对 就开始释放 那些活动断层就开始动了 主要是因为这样压到最后它受不了 它这边开始释放 然后释放你大概40年以后它弹上来 那弹上来以后 整个板块又往海沟方向去推 然后它后面大概还有10年的火药期 所以日本每一次在海沟的 要大地震的前40年跟后10年 就是一个地震火药期 然后之后就进入静吻期 就是很平静的那个时期 那因为他们的周期海沟是100到150年 所以我们的静吻期 如果说这一次两个间距是100年 那它静吻期就是50年 那如果是150年 它就可以平静100年 就会有比较长的好日子可以过 然后之后像1995年 那个三次南海沟大地震是1944跟1946 然后那个之间有休息 就是从1956以后就进入平静期 那一直到1995 1995板生大地震开始 那日本所有专家现在都有共识 都认为说这个是南海海潮的那个前兆 包括那个 前兆而已 只是前兆 就是那个7.3 OK 然后包括熊本的那个大地震 那个就是现在快八年了 就是在那个4月16号的时候 所以它是先一个规模6.5 就是前一天 4月14的时候一个6.5 然后4月15的时候一个6.3 然后最后爆发一个7.3 他们认为这几个也都只是 南海海沟的那个前阵 对 那其实他们把整个西日本 不只是板神 然后从那个最东边是到板神大地震 最西边到熊本大地震 那中间那个什么三口县 什么苗局县那边 都发生很多规模6.5以上的地震 那现在6.5以上的地震 频繁的在发生 如果是在平静期的话 连规模6的都非常少 所以他们的那个周期 就已经很明确了 但是这个周期 其实是受控于南海海潮 南海海潮 所以其实它并不是熊本的那个 比如说那个 我们讲的那个日耐旧断层 或者是那个布点串断层 他们没有在算那个的周期 是 他们是整个 我是南海潮的周期是多少 然后我南海潮 施加很大的压力以后 那些断层 就是那个西部的那些活动断层 就霹雳啪啦 就像鞭炮这样子在放 所以他们是没有说 这个断层 周期是几年 周期是几年 那这是日本他们研究的 很独特的那个地方 那主要回到台湾 对 回到台湾 台湾有吗 那那个李希提教授 把一个 就是我们横轴当作时间轴 然后纵轴的话就是 发生那个 什么时候发生地震 就是那规模有多大 那大概 因为以前没有地震仪 所以反正就是防止倒一片 那个死伤惨重的那些地震 然后就把它画起来 就发现每一个世纪的那个 就是每一个世纪的前50年 就是很多灾害性大地震 活跃期 然后后50年就是一个平稳期 就是说从那个 16世纪是这样 17 18 19 20都是这样 所以那个李希提教授 就提出一个百年周期 但是他的这个百年周期 并不是说那个 每三段程是一百年 他就是百年 现在就是我们台湾西部 到了地震活跃期的时候 也可能是那个 斯坦断层在动 就1935年那个 也可能是美山断层 也可能是车隆埔断层 这个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美山断层 我们常在看地震的新闻里面 会有一句话叫做 正常能量释放 那所以就有不正常的能量释放了 其实正常能量释放 是我用的 OK 这是我说的 那那个它的相反不是不正常能量释放 就是能量没有正常释放 OK 就是我现在能量 能量就一直不断地在那里累积 那只有有释放跟没有释放 这两种 所以没有 所有的能量释放 比如说你说车隆埔断层是7.3 可是台湾过去7.3的 7.3的也是很多 那累积到 就是说足够长的那个时间 那这样子都是正常能量释放 如果说你说台湾西部 发生一个规模8.5的地震 那个我就说那个是不正常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的那个西部的那个断层 就是如果是南北向的 它大概就是100多公里 比较短 比较长 南北向的比较长 因为我们台湾是长的 是 那那个 因为7.3 像车隆埔整条都破了 就是7.3 能量就到7.3 那梅山断层是东西向的 它比较短 它大概就50公里 那如果说它整条都动了 它可能规模是7.1 那但是如果说 那我们西部过去也发生过 那个以后也会发生 那7.3 你能够像车隆 我说这个是正常能量释放 你能够说 它是不正常吗 因为过去也常常在发生 未来也会有 那而且它破裂断层的那个长度 所释放的能量 其实 越长能量越大 对对 越长能量越大 但是如果说 跑出一个8点几的 那个就不正常 因为1920年的时候 花莲也发生过规模8的地震 对 那是海沟型地震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 我们现在有三个区要分开来讨论 一个是海沟 海沟就是外海了 那一个是东部 就是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 两个在互相碰来碰去 在对峙 这是一区 然后西部 西部都是活断层 西部是绝对不可能有8的地震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如果有8我就说它是不正常能量释放 那那个 所以7.3的话 就抱一道不正常的 7.3的话 因为9.1地震的时候 人家问我说这是什么 我说这是正常的能量释放 那那个 如果说老百姓 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 他听得都很放心 那那个但是8的就是不正常 但是我说的正常能量释放的反应词 是能量 没有正常释放 对对对 能量在累积 就是一个是能量释放的 一个是能量累积的 其实我就只有这两个意思 所以能量累积是比较可怕的 它累积到一定程度 所爆出来会更大 对对对对 那我们来聊一下 刚才提的霉山断层 对 所以很多专家都说要注意一下霉山断层 要注意什么 就是 这么多断层 为什么要特别注意霉山断层 因为它过去 百年没有大地震 不是 就是我们20世纪 那个三个 那个 就是有三个地震 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 就是特别惨的 特别惨的 然后因为它那个災害 我看那个保险公司 全球的保险公司 他们有在分 就是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的 是第七级的灾害 是巨灾 那 那一个是超过五百人的 那一个是超过一百人的 超过一百人的是第五级 那我们台湾没有第六级的 没有死五百多人的 就是五百到一千的这样子没有 那我们就是三个 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的 然后再来就 超过一百的 就蛮多个 包括就是说嘉义中府地震 那个其实是跟梅山是同等级的 都是七点一 也就是说 那个释放二十三颗原子弹 梅山也是 梅山是一九零六 中府是一九三一 但是都是七点一 但是梅山很受重视 因为它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 那个中府大概超过一百人 所以一个是第五级 一个是第七级 所以中府那边其实也要担心 但是我觉得说大家都没有去重视它 那个我们是二十世纪 就一九零六梅山死亡超过一千人 然后再来就是一九三五 新竹台中列阵 它镇央是在苗栗的关刀山 那个死亡 那个最多 那个三千五百人 就是一九三五的 然后那个再来是一九九九是两千四 就是这三个地震是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 所以我们大家 这三个地震就都印象深刻 就把它记得 因为刚才主任有提到 就是日本有三大危机 那其中一个南海海潮 这个我们刚才聊过了 那还有一个叫做首都直下行地震 还有富士山喷发 那什么叫首都直下行地震 日本的首都在哪里 在东京 这个有很多种说法 但目前大家想到日本 想到都是东京 东京有一个 就是说拿出去是全世界第一的 但是这个不是值得骄傲的世界第一 是令人恐惧的一个世界界 你有听过说 哪一个地方是三个板块交接在一起的吗 没有 大概就东京而已 对对对 我们台湾两个板块已经很烦恼了 就是欧亚大陆 然后那个 菲律宾海板块 那东京的那个底下 它最上面是北美板块 最上面是北美板块 然后那个菲律宾海板块 有那个影墨下去 它是从那个神爱川 那个外面有一个那个 就是有一个橡膜弯 就从那边插进去 那插进去以后 那个外面 在那个东边 太平洋板块 又插到那个太平洋板块 插到那个菲律宾海板块底下 所以东京的人 他可以跟全世界的人讲说 我是站在三个板块 这个面团好像有 你买 你买也不买给你了 就是 它是全世界唯一 三个板块 集在一起 北美板块 然后那个 菲律宾海板块 最下面是太平洋板块 三个板块交集在一起 其实日本的那个大地震 上一次是1923年的9月1号 那他们对这个地震 就把它定为防灾日 他们这个地震 相当于我们的921地震 我们921是防灾日 那我们要那个 以后的那个知子孙孙 每年9月1号都要演习 就是说921曾经 有2400人不幸往生 要怎么逃难 怎么那个 就是要到操场去 要怎么样 就是都有叫 日本是每年的9月1号 就来防灾演习 那什么叫直下行的地震 直下行就是 它的镇样就是在东京的镇下方 就是比较广义的 就是说 那如果这样子 神奈川 它南边的神奈川 或者是它上面的那个旗域线 或者是那个 它东边的千月线 这些都算 就是因为这边都是三个板块交叠在一起 那极极大地震也算直下行地震 它就是在极极的下面 对啊 它就是说对极极来讲 那个9月1号大地震是 是算直下行地震 就是我就是在镇样的镇上方 这样子就叫直下行地震 是 那富士山到底会不会爆炸 会不会喷发 富士山他们认为是周期到来 因为他们的记载那么完整 富士山过去就是 1083到14多少 就是中间最长一次的平静期 350年 它那个还不是算普通的 也有七八十年的 也有比较短的 就是它已经抓了一个最长的 它抓了一个最长的是350年 现在也都快要到了 因为它上一次喷发是1707年 那1707年那个天皇叫保永 所以就是保永大喷发 其实那次1707年是先南海海沟 先动 先大地震 南海沟大地震 然后海啸 然后接着 火山更发 因为南海沟去牵动那个富士山 因为南海沟是从 所以算复合性灾难 对 但是没有 好在直下行地震那次没有 那主任 现在问题来了 台湾的首都 OK 这个 讲到这个天就黑一边 中华民国的首都应该是在南京 但是呢 因为1949年 我军撤退神述 匪军追赶不及 国民政府拨迁来台 后来呢 我们的先总统蒋公 复兴逝世 那基本上就是定度在台北了 这样说得了 台北这个阳明山大屯火山群 其实这几年也有在讲这件事情 当然我知道你们那时候 气象局每天都是20小时严密的监测 那大屯火山群 有没有喷发周期 会不会喷发 因为只有一个点 就是上一次喷发是六千年 那所以你怎么去拉周期 其实我知道大屯火山 你们在观察 有没有发现它可能 最近又比较活药 跟可能30年前40年前比 目前我们看起来是很安全 它那个就是大屯火山 真正的活药期 大概是80万到20万 OK 年前 其实一般人想说 80万20万好像很久 但是对我们地质学家来讲 那80万是很新的事情 100万年都很新 所以其实大屯火山还有归山岛 曾经都有喷发过 但是我们目前的监测 是OK 是正常 那日本有114座的火火山 111座的火火山 他们有挑了50座在监测 但是日本 其实你以为他们研究那个火山 做那个基本科学研究的人很多 他们在监测50座火山 只有40个火山学家 只有40个科学家 所以有的一个人还要监测好几个 那我们台湾没有那么惨 我们其实除了气象局有在监测以外 那个中原院那个什么 有一个大屯火山中心 就有专门在研究 那日本有一个火山专家 我有请教他 他说 如果说日本火山分成五等 我们大屯火山 那个是在最安全的那一等 OK 就是说 他觉得说 这个哪需要监测 基本上台北人不用 因为大屯火山而搬家就对了 不用 好 那主任 我们来聊一下 因为最近在讲 就是李红元教授 他有说 如果这一次的地震是发生在台北市 会有三万五千间房屋倒塌 那这个死亡可能就不计其数了 OK 台北的地址是不是更怕地震 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一它盆地会产生共震效应 然后它是沉积岩 所以台北的地址 如果把首都放在台北是不是太危险了 这样讲 就是说 你就是看 看要不要跟老天赌一下 就是1694年 三角断层有动过 那大家说 那这个1694年之前 什么时候动过不知道 不知道 它的周期是几年 三角断层的周期几年 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是一千年 一千年 所以那大概就是到2694年才还乐 我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我也住在台北 你叫我搬去桃园 我桃园也还没买房子 所以这是国家的因素 我们要让自己信心 不然我这房间崩塌 我这海条买不去藏的房子 但是老师老师 我觉得这么说 就是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其实高雄 高雄是台湾最适合当首都的地方 不管是地质地理位置环境 还有一个天然两岗 据说当年日本人 其实就是想把首都放在高雄 或者是说把总督府放在高雄 但是问题是因为出了台北城之后 往南抵抗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 所以先在台北实施使政仪式这样子 OK那你觉得我的故乡高雄 它的地质怎么样 它的地质 其实我们整个台湾西部 整个台湾也没有说 哪里是特别安全 比较不会地震 除了桃园以外 其实高雄大概也是在中等 就是对它的地质条件来讲 那个评价值在中等 但是它的水质特别差 那桃园为什么好 因为桃园它是一个台地 它是那个台地 它那个历史层 而且它地势比较高 也不会淹水 加南还平原 加南还平原 加南太低了 而且加南它的成绩度 是非常松软的 那个历史层是 你在盖大楼的时候 是不用做连续壁的 就是直接打几个钢榜桩 就可以盖了 就是说那个 你说桃园 对桃园它那个历史层 就是地来的时候 它是算坚实地盘 也不太容易增长 OK那老师 这样说 台湾这么多年来 因为我们地震台风什么都很多 你觉得台湾人对于防震的概念 到底好不好 这次日本的报道说台湾人 防震防灾的概念非常好 对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自己吓自己 其实我觉得我们跟台风 跟地震 这些相处得久了 其实大家也都有共识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有非常坚韧的这个生命力 是 我们是论民的 我们因为知道这些天灾 所以我们都能够跟这些天灾共存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是有很多支的全世界的人 不是自己吹牛 不是学习的那个地方 我们不要整天 就是自己吓自己 自己批评自己 好像都是美国的月亮比较远 就是并不是这样 我们来聊一个现在最热门的话题 有没有办法用AI来监测 或者是预测 或者是去模拟地震 AI说实在 它只能 它对过去的那个资料 记忆的都非常好 但是它对于未来 它一样是没办法预测 因为不是说 这么说好了 就是每次只要大地震发生之后 网络上就会传很多那种 你要说它灵异吗 或者说它是非自然不科学的传说 比如说出现所谓的地震云 比如说蜈蚣开始爬出来 马路开始爬出来 比如说鸟开始迁徙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921大地震 我记得是前一天 台北势力棒球场那时候还在 然后在打职棒的比赛 突然在比赛当中 一群鸟就飞下来 然后不断地在台北势力棒球场 不断地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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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到大我就是棒球迷 我们在球场上你可能遇到 突然有鸟飞过来或是怎么样 但是一大群鸟突然这样绕 这样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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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那个有转播 所以主任 地震前会不会有一些预兆 可能会有 但是因为地震也是一种物理现象而已 地震开始要破裂之前 它那个岩石说不定 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小裂缝 说不定有一些什么超长周期的坡 那些在释放 动物知道我们不知道 但是动物异常行为的可能性有很多种 就像921之前有个鱷鱼大王 有跟我讲说 它的鱷鱼都在叫 那后来就发生921大地震 那我说下一次鱷鱼在叫的时候 你跟我讲 那后来那个 他有跟我讲说 它鱷鱼又在叫了 结果也没有地震 所以我说 你的那个鱷鱼在叫 说不定是肚子饿了 所以就是说 那不放鱷鱼咬你 没有 它要养鱷鱼 就是说动物 地震前一定会有异常行为 这个我们承认 但是气象局还没有说 设一个动物园 养各种动物 观察这些动物的异常行为 因为那个 就是说不止气象局没射 全世界都没有射动物园 在预测地震 后来有一个开玩笑 有一个玩笑话 就是是大陆传出来的 它说他们觉得 养那个虎皮鹦鹉 可以预测地震 为什么 因为那个虎皮鹦鹉会讲话 那那个 因为现在就是 那个蚯蚓爬出来了 好多蚯蚓爬出来了 那你要问他 说是快要下雨了 还是快要地震了 还是你肚子饿 还是你想要 他会给你引 还是你想要追女朋友 还是你想要干嘛 你没办法沟通 那虎皮鹦鹉也许可以 就是说 他如果说这次 这个虎皮鹦鹉在那边 躁动不安 你会问他说 为什么你这样跳来跳去 他说快要地震了 不过这都是玩笑话 我知道 这都是玩笑话 就没问题 可是你知道 之前有一个 后来好像气象局 有警告他 他就是地震前 他会有感应 比如说可能耳鸣 什么会 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吗 因为 以前我们在上 那个地球科学的时候 他 我们老师有讲过嘛 因为地震 他会发出震波 什么阿法波 伽玛波 然后哪一个波会先到这样子 是有这回事吗 其实讲那个地震预测的 那个事情 那个 我当主任当了20年 我没有罚过任何一个人 那个 其实很多人在那个法律的 气象法的那个边缘游走 在那边一直讲 因为这会造成很多人恐慌 会对很多人造成恐慌 所以立法委员也在咨询说 你怎么不罚 你怎么不罚 我都在帮他们找一条深入 我说你一个标准的地震预测 你要有时间地点 然后那个规模 那个各地的震度 就是地震预测 不是随便说说说 那个说明天会有个地震 我说你要有很多条件 才 还要基于科学的观测 是 你就是说 你就是说 心灵感情跟我说 对 你要有科学的观测 所以其实他的法律要件很多 所以我们就顶着立法院 要我们去罚他们的压力 我都是不罚 我就是没有再罚 其实证明点有来过我们的讲 他的观念也跟我蛮类似的 他说让他去讲 讲了他不准 老百姓就不会信 你就越不准他们讲 他们越要讲 不是啊 可是我们 像我们身为媒体 我们会推波助澜 因为他比如他预测了十次 他可能只有两次准 其实两次准也很正常 因为台湾常在低谈 他不是预测十次 他是预测好几百次 他就是每天都在预测 没有 反正我们就只报准了两次 就像那个印度神童 什么阿德南还是阿南德 对不对 他也是每天在预测 总是瞎猫会碰上死耗子 吹了尿会堵在吸尿器 可是当有媒体推波助澜 或者是在网络上推波助澜之后 他可能一个小动作 或者他一篇文章 会造成很多人恐慌 你像2012年那时候 号称世界末日 真的有破了 那边求生舱啊 在哪里起床啊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大师 先知跟你讲 会发生什么十一级的大地震啊 真的有人在队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啊像这种 他可能预测地震当然没有准 或者是他是不是 真的有特殊的体质 不然也要来研究一下 你们有去想过这件事情吗 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啦 还就是说优先次序 还排不到这个 是是是 这些人都插不完 还插这个就破了 那主任 我们最后来聊一下 就是目前全世界 还是没有能力去预测地震 或者是说最少我们知道 可能一分钟后地震要来 五分钟后地震要来 也没有办法 所以地震预警 是台湾跟日本有在做 我们可以争取 其实地震已经发生 地震预警 不是地震预测 是地震已经发生了 只是你利用电波跑的 比地震波要快的特性 去警告说 可能哪里有大地震 这样子 那如果像浅层地震 也来不及预警 不过你来不及预警 比如说你花莲的地震 对花莲是来不及预警 但是对台北是可疑 就是用空间换取时间这样子 就是说对比较远的地区 去做预警 OK 好 那最后海啸呢 海啸台湾 唯一的一次是1867年 就是季隆那边有大海啸 大概有到六公尺 因为这一次 听说海啸警报 那时候是30公分 30公分应该是还好吧 还好 还没到脖子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1960 不是智力有一个规模9.5 这是有时以来 有观察地震以来 有定出规模最大的是9.5 是 智力发生大地震 然后海啸 然后海啸 有到九州熊本 但是台湾没事 熊本的天草湾 那边都有海啸 就是海水还进入 那个游民海 其实你看 日本是很容易发生海啸 因为他们的岛屿 峡湾很多 而且他们地形 是由深慢慢变浅 有这样子的让海啸波去堆积 那我们东部的 就是一个大峭壁 海啸波过来就把你摊回去 所以我们台湾 不怕海啸 比较不怕 就是说日本他们每10年发生一次海啸灾难 我们台湾说100年都还 就是说还没有那么多 因为我们现在是1867 因为我们西部这边应该也不会有海啸 不一定 我们这个那么小 我们台湾南部不是有一条马尼拉海沟 所以西部也可能 海下还有一个发生的原因是陨石撞击 波波就是可能不很衰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陨石很大的陨石 去撞到南海 南部也是会海啸 南部也有可能发生海啸 其实海啸多半是地震造成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山崩 也有可能是陨石撞击 就是什么可能都是有的 好 那我最后还想问这个主任一个 他会认为很科学的问题 我会认为很不科学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讲到 那个后风地动一样 它到底是 主任你有没有想过去 它是什么样的构造 可以精准地预测地震的方向 不是 它上面好像有九条龙 那下面有九只青蛙 然后龙嘴巴咬一颗猪 每一个嘴巴含一颗猪 然后哪个地方的地震波 传过来的时候 哪个方向动了以后 它那个猪子就会吐到 青蛙嘴巴里面 所以就像我们这次 花脸是发生在台北的南边 所以大家感觉到 地震波是从南边这样吹到北边过来 所以我们有一个后风地震雨 设在台北的话 它那个就是向南边的 那个龙的那个珠子 就会吐到南边的那一只残鼠 那它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震波这样而已吗 其实我最早到气象局的时候 我有看那个比较古 比较那个就非电子式的那个地震雨 就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仪器 那是国家人 但是我刚好是两代 就新旧两代交接 成先其后 成先其后的时候 所以我看到那个很有趣的地震雨 我说这个是什么 就是说它上面有那个六个球 大小不一样 有的很小 有的很大 那个每一个球就放在不同 跟它相应的那个柱子上面 然后我说这个是什么 他说这个 这个是那个要量几级的 我说可是有的球这么大 有的球怎么这么小 那一级的时候那个最小的那颗就会掉下来 二级的时候一二就会掉下来 三的时候 那个第三大的那个球也会掉下来 一二三会掉下来 那我说这个最大的呢 其实那个最大的最稳 因为它的基座最大 放在上面 它也最不容易动 不过连它也掉下来就是六级 OK 那其实这个就是 有跟那个当年那个 后风地动雨 类似的观念 好那主要 我们在看地震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支像新电图 对 它地震波 所以其实在地震的时候 它就真的会这样一直跑 一直跑一直跑 平常的时候不会 不会 平常没有 没有动它就不会动 OK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到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 其实台湾很安全的 如果你住在台北 你很担心所谓的大屯火山群的爆发 主任刚才跟你讲过了 那个上一次爆发的这个周期 大概在一千年左右 还有甚至有什么八十万年的 火山是六千年前 六千年前 但是它比较火药是八十万到二十万之间 那一千年的周期是我认为 那个三角断层的周期大概是一千年 OK 所以本身不管它是二十万年 还是八十万年 还是一千年 基本上你是遇不到的 OK 所以台湾是很安全的 台湾如果最大的问题 可能不是来自于天灾 来的应该是人祸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凯文主任 来到我们的现场 其有此理 我们下次见 拜拜